今天我们又来看房子了 农村小院小两层 然后很方便停车一起去看一下吧 看起来还不错 还挺期待的 我想问一下 主人是为什么住这里的 在外地工作吗 没有他 没住到这里 我打个电话让他看一下 就是他们家还有别的房子 这里就流空了是吧 这里是旧的 对 哇他这个房间里面这么高的 老房子是比较高的 这里有点旧了 里面应该好多年了 一楼这里我们用的话肯定就是放杂物了 对 或者是说放那些样品啥的 嗯 这边这个也是 它地板应该是重新刚铺的 应该是自己铺的那种 对 这边又还有一间 这个应该不能用主人家放杂物 然后这里是厨房 有灶台吗 有 这里油烟机也有 不过油烟机可能用不了了 前面有个院子就是这样子哦 这个院子也挺舒服的呀 不大也不小也合适了 对 放个小桌子 然后我们带着点花草 在这里 嗯 还能养鸡呢 这里 是呗 你爸妈老是想养鸡就可以放来这里养了 哈哈哈 你们有见过这种楼梯吗 好多年代的用水泥器上来的 扶手这种 这里是厕所 热水器也还在 还是挺整洁的 我感觉 很干净 还行 蛮舒服 这个走廊也很舒服哎 这里能用吗 可以的 没错 就煮给你们了 这上面都是可以弄的 这里有个房间吗 还有床 挺不错的 就是光线啥的都挺好 就总体来说 看了那么多套房子 现在暂时 这个是我们比较满意和薪水的 是不是 对 外面这里也很舒服 一重来马路这里也不用担心 就也挺安全的嘛 周围都是人住 嗯 前面这栋别墅你喜欢吗 哈哈哈哈 你要送给我吗 可以 赚多一点钱 这边还有一间 哦还有个衣柜 对 这边有一个房间 完了之后它这个门又是在这里 又过来这边有个电视柜 这边当客厅嘛 以前的房子就是这样子吧 什么时候起的这个房子上 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哦 重点来了 没有空调 那还要自己装空调 房东可以帮忙装吗 房东的话应该是装不了空调 哦 没办法 没空调是一个大问题 这里楼下看下去这小房子 小院子 这小院子也蛮舒服 挺安逸的 挺安逸的 对 刚才看了那一间也挺好的 但是这边还有一间 我们再逛一下这里看看 这里一进来也很舒服啊 感觉那种风水也是比较好的 是啊 然后这些墙啊 啥的主人说 它们要全部都喷白 完了之后 这些门也都是新装的 像里面这些地板 应该也是钢铁没过久的 然后这些墙也要全部都刷白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这里其实住人啊 然后放样品啊 做植物间都可以 这里有两间房 这边是一个大客厅 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饭 然后这个厨房在这边 这个厨房超大 你看到没有 然后做饭肯定就是在这里了 煤气灶 然后油烟机 然后这个是洗碗槽 这些墙壁也全部都要刷新 喷白 还有两个卫生间 完了之后里面也有热水器 这个厨房 这个厕所还是新装的 你看这些纸装 二楼这里是一个大阳台 你过来从这里停下去看 这个小院子就很舒服 是吧 对 有点像那种四合院的感觉 这里有两间房 你一间我一间 房间就是这样的 这个门到时候 它也重新喷过漆 锁 它锁也全部都换新的 这里上来还有一个露台 这里这个地段就比较优越 外卖都可以送过来在村里面 然后快递在路口那边有一个逆站 就比较方便收取 还有离公园之类的也很近 对 然后我们过来的话也很方便 停车的话外面这里都可以停 这里的话比刚才那一套还要和心意说实在的 但是租金的话比我自己的心理预期高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还要聚办很多东西 像空调床衣柜 饭桌椅 还有那个 晚晚叠叠那些就不说了 嗯 还有茶桌这些都要 对 因为客人来了总不能没有茶喝吧 对 所以说 看房东能不能少一点吧 如果可以的话肯定就是定在这里了 嗯 弄好之后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啊 可以来这里喝茶聊天烧烤 一起做饭 对